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根基是什么 在上一篇中美博弈论频道视频当中 我们讲到 美国直到今天 依旧能够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靠的是两个霸权 一个是科技霸权 依靠科技优势 美国衍生出来了经济霸权 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 使得美国可以在经济上掠夺他国 另一个是意识形态霸权 通过在世界上强行推广民主制度 并且操纵媒体舆论 美国可以在政治上操纵他国 由此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 美国完成了吸血全世界 维护其自身霸主地位的一个循环 那么下面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中国是如何妨碍到了美国施展其霸权的呢 我可以先把答案告诉大家 这里面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2015年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出台 威胁到了美国的科技霸权 另一个是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威胁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 由此导致了中国 成为了近百年来第一个 同时威胁美国科技和意识形态 双重霸权的国家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而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近几年美国对华关系急转直下 为什么美国内部尽管两党十分分裂 但有关遏制中国的议题 却总能获得两党的高度认同 欢迎来到我的中美博弈论充电专属频道 本频道意在为大家剖析推演中美博弈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和未来 并且探究整个国家战略方向的转变 对我们个人而言又有什么影响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讲长逻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深度讨论一个 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为什么美国一直要打压中国 众所周知 从时间点上来看 2018年可以被视为是 中美全面进入博弈阶段的标志 这一年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301贸易调查 并最终向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施加高额关税 但是追根溯源 特朗普政府从萌生对华遏制的念头 到统一两党意见 再到具体政策的实施 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这种对华遏制的战略思想 其实早在2016年 特朗普本人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 比如说2016年 在特朗普刚上任时 公布的施政纲领当中 追求贸易公平 减少对华逆差的承诺 就赫然在列 而2018年贸易战的全面打响 更多的是特朗普对其竞选承诺的实施 特朗普这个人怎么评价呢 虽然他挨出风头 看起来很不靠谱 但是特朗普在任时期 确实践行了除退出北约外的多数承诺 比如说减税 撤军 建边境墙等等 这些政策措施 BBC等国际媒体都有公认 但是类似的贸易政策 在他的前一任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当中 却是没有的 奥巴马时期 美国在亚太实施所谓的再平衡战略 目的是联手盟友 对中国保持军事方面的威慑力 这也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做法 从银河号事件 南海撞击事件 发生的90年代就开始了 但是在经济领域 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还是高度合作的 然而在2016年 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团队对华敌意却突然加深 从传统的军事威胁 转向了更深一层的经济战贸易战 这究竟是为什么 拜年认为 这是因为特朗普参加竞选的前一年 中国提出了一项国家战略 威胁到了美国霸权的第一个根基 科技霸权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 这项战略的名称就是中国制造2025 今天因为美国政府的抵触 中国官方已经刻意淡化 不再讨论2025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是中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 第一个十年纲领 在2025正式提出的2015年 中国工业GDP占比快速下滑 房地产金融大行其道 国家经济正处在空心化的危险边缘 而这项计划提出之后 我们成功遏制了 制造业经济继续萎缩的危险势头 给不熟悉的同学介绍一下 中国制造2025具体是什么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想要解锁后续内容 欢迎加入我的私密圈子 百年的财富圈 里面包含了我给粉丝的专属视频 文章一对一答疑 私密资讯 宏观判断 投资建议等等 群内实施互动 资讯每天更新 想加入的朋友 进入我的个人主页 点击橱窗 即可查看加入方式